好然後這邊是新出的列車上的 列車上的作戰下之後的劇情 阿德華其弟弟艾爾馮之奇 兩人師傅一之名上下羅毅其下屬中衛莉莎及少校倆力士 再加上潛伏於親國王子妖靈體念的古力德 及妖靈不講南方 一共8人被神秘少林羅雅召喚神魔世界 在少林的摺影下 愛德華等人打破了科學組織羅莫園園園長哥班尼的陰謀 以火車機具元素激發流動車內元素止血的力量 從而突破兩個次元世界間的隔膜 愛德華在其他人的鄉度下成功把哥班尼打落火車 並以煉金速停下火車 之後狼方來到解開車廂中黑箱裝置 救出被困於裡面的粉髮少女 毒雅的朋友斯蘭姐 但回一起來便握著愛德華的手臂 激動的遺憾 請你救出毒雅和這個世界吧 什麼 但我們不是成功停下火車租了兩個世界的崩壞嗎 不 還沒 兩名少年輕要自車廂內 輔助正向跌倒的斯蘭姐 其中白馬少年和愛因斯坦揚起燦爛的笑容 放心 我們不是你的敵人 我叫愛因斯坦 她叫牛頓 我們是科學組織羅莫園的研究員 來到這裡是要阻止哥班尼的陰謀 不可對他們無理 愛德 士 師…師傅 不單只是伊茲米艾爾逢是柔衣的人 來到還有紅髮少女妮可 以及金髮女子瑪麗居裡 妮可接到愛因斯坦後 雙目閃亮扑到對方身上 達爾文拜託我 她一直懷疑哥班尼圖謀不軌 這 天上那個洞 這讓他擴大 那閣魔被弄破 崩壞還沒有完全結束 難道他在這等世界滅亡嗎 我還要登上總統 大總統的座位 上小 雖然說這是異世界 但這樣瞑目張檔說出你的野心 我覺得不是太好 啊 防死了 誰怪你上下的野心啊 喂 到底有什麼方法可以補回那樣破洞 只有多雅能夠修補 結果他才能控制元素 但他現在被困到哥班里的實驗室里 所以求求你們 和我一起拯救多雅吧 龜甲的雙掌 搭上三節 葬斗在雙肩 動作輕柔 彷彿向對待異碎品般 阿爾逢斯 柔聲說 帶我們去吧 去營救多雅 不是因為他能拯救世界 而是因為我們想拯救他 OK 這邊 應該很輕鬆可以打過了吧 這次的鋼之煉金術師的劇情特別多 有史以來合作最長的一個劇情 可是會看的人很少啦 大概這個我回去看吧 OK 結束 輕鬆 為了拯救多雅以及兩個世界 眾人展開營救行動 在愛因斯坦等羅莫研究員的指引下 一行人迅速來到研究室所在的郊區 很快便見到一棟被圍牆包圍的純白建築物 一名青年注意在建築物的路口 藍山處 朝愛德華一行人揮手 誰是小偶文 達爾文改了花名 他收到牛頓的通知並趕來研究所 愛德華一行人抱著輕鬆的心情前進 他們任誰一人都猜不到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一道人影從暗處衝過來 把手中的力量刺進達爾文的瀑布裡 我不會讓你們阻止我的實驗 你 可惡 住手 牛頓機動體大喊 雖然先脈目衝過去 但哥邁尼也沒有遲疑 果斷抽出力量轉身逃往研究所 而收場達爾文無力倒地 鮮血滋留 在地上吸塵一個血 血蛙 牛頓趕過去服襲達爾文 達爾文 啊 牛肉是好眼 我實在太大意了 竟被偷襲 達爾文 因臉色因失血變成蒼白 氣息逐漸虛弱 這次愛德華等人也趕到 可惡 都是我的錯 那時沒確認假笑混戰的生死 真是不能讓他再逃了 我去追他 哥哥 我也去 阿德華阿爾逢是沒有停步 緊追著朝研究所拋走了哥邁尼 快給我聽一下 嗯 我覺得他應該不會聽你的話 你怎麼在這 斯安吉也在 你不去看看你的同伴嗎 交給瑪麗變成 他的藥用彩紋很有效 達爾文也不是那麼殘弱的人 再者就在那裡也無補於事 但不如裝出兇手來得有用 我絕對不能讓他再逃跑 艾德華雙手核死正打算發動煉金束之氣 一道紅光搶先閃耀 猛烈的火焰 精準邪向哥媽媽的背後 一時間燕幕瀰漫 上校 正位也在 鋼仔 你動作太慢了 這樣會讓獵位逃走的 他..他死了嗎 火力都這麼猛 就算沒死也重傷 嗯 燕幕中好像什麼閃動 難道 快得到泡下 所有人反應迅速的聽到麗莎扶響 然後轟弄一聲 火力失誤的砲擊 化過他們的上攻 集中圍牆上砸出一個大洞來 本來哥媽里所在的地方 出現數十台的機械兵 剛才羅伊的火焰全速被他們擋住 成千數百的機械兵 自遠方避近的研究所 並準備攻擊在門口的達爾文等 艾德華等人想回去幫忙 但一道聲音喝止他們的行動 艾德 別管我們 快去吹那個傢伙 這也交給我們 可是 你在懷疑我們的實力嗎 伊之明一個側撐牛手把破壞的機械兵 拋置半空 甩到艾德華等人面前 錯誤 那不是人欸 那女人是怪物 師傅果然很可怕 還有我 現在真是大好機會 瑪麗女士 請好好欣賞我這身肌肉的優點 來一次幹進師組 抬起一台機械兵狠狠投擲出去 那表情似乎樂在其中 古力德和狼方也在對付機械兵 雖然人數少 但卻能和大量機械兵鬥著平分九色 我們走吧 僅是不會在那個腳下混亂逃掉了 分大的腳步層在連結大堂的其中一條通道回到 六道生意很快現成 那叫滑這麼快完全不見得硬 前面有三條分岔路要選哪條 你不是之前來研究所舊同伴應該知道怎麼走 這裡的路後來之前的時候不同 等莫緣旗下的研究所都會定期改變所內的結構 以防步伐之族的傳入 不是吧 難道我們找一遍這整座研究所嗎 你還敢抱怨 就是因為剛才你沒抓住他才成現在的局面 換做事我就不會一定這麼失敗 哦 那傢伙可是讓我用不了念金術 這樣隨便變得無能的上校怕 會更慘吧 哼 有趣 要不是來試試看 看我們現在火花在羅伊和艾德華之間綜放 快要一觸即發之際 愛因斯坦插近兩人之間 拉拉的甲也揚起不好意思的笑容 呃 其實 我有這裡的平面圖 你怎麼不早說 也是一行人依愛因斯坦的指示前進 來到我往上的迴旋樓梯前 只要你這個樓梯上去就會到達頂樓的研究室 哥本來一定就在那裡 嗯 毒雅也在頂樓的研究室 那就趕快過去吧 哥哥 別再自己一個衝 總委 我沒去 知道 麗莎在漫步之際 瞥見你面影有異樣 嗯 地上怎麼有水挖 那些水是由上面往下滴 麗莎內心生起一股不響的預感 猛然抬一頭往上看 與躲藏在天花板一對眼睛對上了 哎呀 被發現了 大家小心 一道肥棒的聲音一致強身一躍跳在地上 並指著愛德華阿爾蓬是揚起鬼異的笑容 我找到了 好啦 忍著我 那隻警報存進去的人造人 為什麼他會在這個世界裡出現 應該是被打開的裂縫固然 話說什麼是人造人 這個解釋來很花時間 總之就是很危險的人 但他們還沒追上錢 快走吧 愛德華等人衝向樓梯處 但一道聲音卻自樓梯處徐徐走來 剛吃豆丁很久沒見了 誰像是豆芽菜幫 沒要曉得豆丁 愛德華本人反應朝那人 人影飛踢 對方輕巧一躍避過 哎哎哎 你還是那麼衝動 恩維 連你都來了 你們有什麼目的 我們沒有惡意 應該說來這個世界 可是要救你們 救我們 對呀 附近大人發現重要 人柱竟然去了另一個世界 所以特地派我們來接你們 好了 趕快跟我們回去吧 但愛德華一行人卻沒有動身 用警戒的眼神 審視著恩維 你們還在猶豫什麼 能不能只是關於那個破洞的事嗎 那你大哥放心 父親大人有辦法處理 雖然做法可能會令這個世界滅亡 但反正與你們沒關係 來吧 雖然很不甘心 但大家我說的沒錯 這個世界安全有沒有無關 假如有沒有想回去的話 我不會阻止的 只是只有我一個人 也會去做奪雅 愛德華阿爾芳斯 羅伊 麗莎交換眼神 然後四人同時微笑 和那腳下的魂戰算好戰之前 我是不會回去 之前是多要幫了我們 這次換我們來幫他 連一名少人都救不了 我還有什麼資格當當總 大總統 我答應過郭亞要幫他的 這是約定 唉 你們全部都是白癡 沒辦法了 只好用無力把你帶回去 正當恩維想動手時 四周忽然閃起刺吼的光芒 機械聲聲音響起 元素融合系統已啟動 開始凝聚元素 完成後也將會進入下一階段 這 多呀 沒時間了 必須數戰數決 阿爾 知道了 哥哥 兩兄弟同時發動念金術 念成鐵龍求助恩維 下一刻巨大的火焰爆起 恩維 你們欺負恩維 要吃掉 扣拉多年強撲下螺絲 卻被連綿射來的子彈說打斷 斯蒂莎 這樣他暫時動不了 快跑 一起來的吉布走上樓梯 匆匆往上跑 然而一道旁 線的距影隆葬他們 荒諾一聲落在愛德華面前 橫豎的梯間 是變回真命母的恩維 恩維張大血盆大狗 融進他體內的靈魂不斷在呼喚 交錯成常不倫弩的畫面 這是什麼 太常人了 這是恩維那交友的正命母 竟然這麼粗暴對待 你們這些不聽話的垃圾們 看來要好好調校一下 這次紅燈再次閃亮 讓人不安的機械音再度響起 元素已經列印就完成 即將禁止元素壓縮 完整後將進行最後步驟 救不了多雅 只能使用他的力量了 斯蒂姐閉墓用神 心臟從來想像的脈動 體內的血液糞騰 他的四肢和曲奇 逐漸長大 不消一顆變化成縮大的巨獸 張嘴鋪咬恩維 先寫資料恩維用力甩頭 正開斯蒂姐的束縛 你這傢伙 恩維才會被你這個第一的生物打打 庫拉多尼 給我起來 剛才很痛啊恩維 我可以吃掉他們嗎 被利沙打死的庫拉多尼復活過來 在樓梯下方逼近愛德華他們 阿德華一行人以恩維 庫拉多尼展開激戰 但對方不斷以賢者之死重生 戰局一時間僵持不孝 元素壓縮完成 他進行最後步驟 元素分歧 已完整上游15分鐘 時間不多 得想辦法突破這個困局 老師 求求你 把你的智慧借給我吧 愛因斯坦閉幕 大量的訊息在狼海內浮現 難以忍耐的痛楚 吸上他 但他咬牙忍下來 終於他找到答案了 斯蒂姐 反正是大怪物 甩向右邊 愛德 在右邊練成鐵槍 誒 知道了 斯蒂姐和愛德華 聽從愛因斯坦的指示行動 斯蒂姐用力迴拳 把恩維擊飛 撞向愛德華練成鐵槍 身體硬衝擊力而反彈 鋼腳 撞上陣避開力殺子彈的 庫拉多林 兩人一併撞上另一邊的槍身 弄出一道力痕 大叔 再看那個大力痕 什麼大叔 我還很年輕 快點 嘖 如意壓下內心的補月 舉手摩擦拇指和中指 火花閃耀 下一刻某天火焰神奇 衝擊強身 後能一身 強身崩塌 有什麼湧出來 但是實驗用的裴翼 竟然傷不死他 那就改為封住他們的行動吧 大量的實驗用裴翼 自崩塌的強制溢出來 灑落在下方恩維和庫拉多林 這是裴翼 在結兵 是想困住我們嗎 恩維拼命掙扎 但結兵的輸出卻一步 進一步提升 愛因斯坦的掌握機器部分 色男的光芒乍現 水元素正極速聚集起來 凍結那些裴翼 可惡 有沒有這些垃圾蟲 他們應該暫時無法動彈了 不過你還真厲害 怎麼知道那邊墻放了裴翼 之前記下平面圖上面有寫到 雖然計算齊位置 所需衝擊花了一點時間 幸好來得及 元素分解 上有5分鐘完成 請研究員移開實驗範圍 刺耳電子警報 提醒他們時間緊迫 毒雅還在等我們 走吧 位於頂樓諾大的研究室 回彈機械運作的聲音 這次分套腳步伸至遠處加入其中 率先跑進來的是個子矮吵的金髮少年 找到了 我見到被囚禁的小孩了 過程倒數階段 十 九 八 他們快要被分解了 沒時間了 要快點停下這裝置 拉上牆上那個八手 五 四 三 二 一 噹噹 龍蛾系統 緊急停止 先將解除實驗裡的束縛 走上趕上了 拜託不要再來一趟 這種事 對心臟不好 上校身體開始變差了 不如早點退休吧 我想軍隊應該讓很多人會高興 怎麼可以退休 這樣我可能要不消很傷心的 對吧中衛 不 這樣也不錯 假如上校退休了 那麼我就不用每天忙 忙於為你收拾當彈子 對啊 之前飛機上次才跟我抱怨 上校他會使喚人 什麼 你們這樣這麼說 危機解除但愛德華等了 心情放鬆 大家互相調侃 笑聲不斷 但注意實驗體間的 斯安姐卻一臉驚恐 愛因斯坦察覺到走到他旁邊 斯安姐你怎麼了 都要不在這裡 你們容易發現了嗎 一把聲音自房間另一關高台上傳染 怕的一聲燈亮起 把本來幽暗的高台照得明亮 哥把你注意在六角黑箱旁 手持著以冤獸之血所至的法杖 還揚起嘲諷的笑容 俯視愛德華等人 你們這次愚昧 只會被輕有所見的事物吸引 而忘記思考的重要性 都要在哪裡 就在這裡唷 哥把你打了打響子 六角黑箱隨即變得透明 弦怒被囚在黑箱 箱中的毒雅 毒雅一見到斯安姐 變激動的敲打響子 你這傢伙 愛德華一起來連滿跑起 但一切太遲了 哥把你按下按鈕 機械運作的聲音響起 垂涪的黃光填滿整個通肩 哥把你舉起法杖 暫停的金石閃耀滑光 來 成為讓我理解的真理的力量吧 被囚在箱內的毒雅 右腳開始分解 左腳身體 左手右手 她的身體化成紅色的粉塵 融進哥把你髮杖的金石內 緊於頭顱的毒雅 看著斯安姐 揚起哀傷的笑容 同時淚水自她的雙猛滑落 斯安姐 快逃 不要啊 毒雅 為其毒雅消失的斯安姐大受打擊 絕望離跪到地上 雙猛空洞虛無 像失去的隱魂般 然後看到這樣的斯安姐 哥把你這樣笑得更加燦爛 居然手動地跑上 頂上的金石 竟變成獨雅的模樣 唉 看著別人絕望的表情 總有難以言喻的快感 開什麼玩笑 我一定要教訓你這個混帳 愛德華氣得怒目等值 雙手貼在地面 放弄電金術 雙手貼在地面 雙手在前方煉成鐵製砲台 全力駐好 然後一躍與半空 秒成哥邁尼揮拳 哥哥 愛德華還沒碰到哥邁尼 並並不明之地彈飛 艾爾紅斯慌忙起跑 然被接觸跟愛德華 但能因衝力而死 頭盔滑落 掌握虛空的內部 同時愛德華的衣服在拉扯間破開 其鋼製的索臂 射弄於空期間 你的森林還有那空蕩蕩的盔甲 是進行了禁忌的實驗嗎 什麼嘛 你讓你們也和我同類了 算什麼義憤的甜 內在不就和一樣嗎 不 我們只想再見你是媽媽一面 那不就是一樣嗎 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 而嘗試支配他你的性命 艾爾紅斯正想回話 愛德華卻伸手擋住 挺立起來指示哥吧你 對啊你說狗屁的對 那是我們天真傲慢 妄想能掌握生命 結果卻付出沉重的代價 哥哥 但是呢 也正因為如此 我們比任何人更加明白生命的重要 更加看不斷有人失意往中生命 所以 就乖乖被揍吧 唉 結果無人的禮酒從奧爾已練嗎 不過沒關係 我一個人能完成 哥馬尼舉起法杖運轉力量 元素鋪天蓋地凝聚 毒癢的模樣 的精神像有生命般動得起來 和龍鬆手將元素擠壓起來 哥馬尼朝愛德華揮動法杖 轟轟轟 化破空氣的靈力氣韌 執行愛德華他們 一時間殺成士奇 把景色遮擋 艾德阿爾 斯安傑 別心情很快都輪到你們 可惡 我要把你們燒焦 羅伊核龍雙子摩擦 震耳欲龍的聲響下 旺盛火焰在哥馬尼身旁炸顯 讓火焰時空氣灼了 但哥馬尼沒有動搖 僅微微舉起法杖 金石撞得奪爾張開手 鋪天蓋地的火焰竟被收容在其中 哥馬尼勾起嘴角揮動法杖 小心 愛因斯坦查取到哥馬尼的舉動 衝到羅伊面前換打元素 水元素迅速聚敲在他面前化成冰盾 讓火焰的攻擊比之前強勁 冰盾迅極融化 火焰只選羅伊和愛因斯坦 上下 醫生看到被燒上羅伊 情緒失控 舉槍拼命射擊哥馬尼 但只讓全數被元素的護盾所擋下來 吵死了 哥馬尼堂止壓縮的重力直射向麗莎 他整個被擊飛 撞向強身忽論過去 總算變得安靜 融合的實驗終於成功 最後這力量 就能打開兩個世界的格爾摩 去尋求更多的真影 哥馬尼堂止壓迷不如離開自己 移到力量扯住他的右腳 哇 不會讓你得逞 倒在地上混在身上的愛德華 強撐起身子 抓住哥馬尼的腳 讓他不能前進 哎呀這難慘 只不過是力裂的蟲子 還敢在我面前放刺 乖乖躺下去 至少能保住一條命 既然你這麼不愛惜生命 那就別怪我不客氣啦 哥馬尼的右手掃破法杖 法杖隨即變成 一把刺紅的利劍 他劍指向愛德華胸口 住手 求求你不要殺哥哥 彷彿要回應他的呼喚班 一道嬌小的黑影闖進來 取代愛德華 接下哥馬尼的劍擊 斯安姐 我沒事 斯安姐雙手抓住哥馬尼的劍 劍應沒有貫穿他 但封印刀刃 一朗換他的手打心 鮮血直流流進劍名的金石 脈動出 蠻火之虹 我不會在那裡傷害我的同伴 就我憑你 別妄想了 哥馬尼用力推動劍 卻被無形的力量阻止 劍名上金石上弄著 紅彩智金石向外蔓延 在空中淋出 毒雅的元素體 他搬上哥馬尼的右手 進行反金石 毒雅 到現在還想反抗我嗎 不過即使要是 我要讓他一起來陪葬 哥馬尼左手探入懷中 拿起藏起來的力量 會像斯安姐的臉龐 比較用智的啊 王八蛋 金屬撞擊聲響 聲響起 愛德華方弄煉金術 把機械凱 練出了力量 擋住哥馬尼的動機 但他沒有救死暴凶 更俯衝以額頭 狠狠撞向哥馬尼的額頭 這次終於輪到我俯視你了 我 哥馬尼想爬起身 但右手握住的法杖卻束縛著他 毒雅已經把他整條手臂侵蝕徹底 紅彩撞入哥馬尼的身體 和我 和我一起與元素融為一體吧 住手 我不想死 我害了一起這個世界 讓我成為幽魂的力士 這是我們永遠的貴族之前 一族的事 最終哥馬尼的話也沒人說完 變化者 紅塵消失無蹤 毒雅 斯安傑跑去爆 毒雅的元素體 想抱住他 卻什麼也抓不住 艾德華阿爾芳之感到驚訝 這是怎麼回事 我已經與元素融為一體 已經無法回正常人了 斯安傑 求求你消滅我吧 這怎麼可以 一定有方法的 我們一起來尋找 毒雅搖頭 元素造出 毒雅的長相相相不穩定 令他的身影 死蛋死龍 已經來不及 不久的意識 會完全與元素融合 不再擁有自我 所以在這之前 請你消滅我吧 斯安傑 你知道 我很怕寂寞 而變成永遠不滅的存在 是非常寂寞的 嗯 我知道了 斯安傑以刀割開手腕 鮮血流的出來 慢慢凝結成金石 在海間變成血紅的利刃 他舉起血劍 但手卻不住的顫抖 勒斯也不受控地涌上他的雙猛 如受傷野獸的哽咽溢出 這時一股軟翼和洋翼握住他的手 是愛德華的阿爾蓬斯 我們來幫你 不要獨自承擔 你不是一個人 謝謝你們 在愛德華和阿爾蓬斯的支持下 斯安傑將劍刺向毒雅 但同時運轉體內的力量 血润閃耀出炙熱的紅光 毒雅整個人被紅光所點燃 明明生命即將逝去 但他卻揚起喜悅的笑容 謝謝你 來自一世界的冤金術師 我會用最後的力量 把你們送回去的 謝謝什麼鬼 我根本救不了你 我和那時候一樣 救不到你那 怎麼會呢 你拯救我和斯安傑的心 那我們不會有遺憾 愛德華撇向斯安傑 今兒淚流滿臉 淚流滿臉 淚流滿臉 但松某依然明亮 愛德華 艾力克 我能看得到 你和大家一起歡笑的畫面 所以請不要放棄 只要繼續努力 你所期待的未來 一定會來臨 我不會放棄的 我已經取回我和弟弟的身體 嗯 就是這樣 只要堅持下去 人與人之間的羈絆 便能夠打破等價交換的規則 獨雅笑意加深 下一刻畫著 紅色粉塵消散 聯合在愛德華等人身上 他們身影在光芒下消失 期待生活世界的記憶 亦因為次元的法則而消去 但內心感動 並沒有消失 這次的劇情真的是 史上最長的 合作系列來 史上最長 好啦 應該是沒 應該都回去了 所有人都回去了 這次的劇情很完整 這次的劇情很完整 完整到 哇 關卡超多 這次的乾淨電機術師 合作 神魔真的 很有誠意 不然之前的故事 劇情都斷斷續續的 有點討厭 好啦 那冒險結束囉 好啦 那 希望頻道記得 追蹤我的 呃 youtube的頻道 按下訂閱按鈕 然後 記得追蹤我IG跟FB 那 希望大家會喜歡 這一集 好啦 就這樣 掰掰